中介公司 两个大伙子 香港政府也不會令外傭知道 他有權益和發生 他去哪裡尋求協助 我之前去 Macau 我會付到大陸 如果你去 Macau 你會付貸款 付貸款 付貸款 哦 付貸款 當然 我很害怕 因為你不會說你待在 Macau 期待 可能他們問警方為何要留在 Macau 然後問香港的意見 讓這些中藥公司知道 如果不按照法律 他們會受到懲罰 要付更大的賠償 或者是坐牢 這樣才可以盜絕到這個問題 阿鵬 你回到 Macau 我們先去和你談吧 好不好 我們不肯電話談的 好的 再見 拜拜